中国的文字相当的有考究,就比如婚字,被很多人用来调侃说是女子昏了头的意思。 虽然是句玩笑话,但有时候想想,还真的是有那么点意思。 毕竟,在恋爱的时候,女人的智商几乎为例,而爱情得到生活后就有了婚姻。 如果在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没有看清楚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,重婚头脑,那结婚后等待你的僵侍苦日子。 现在的男人婚前一个样,婚后一个样是时常发生的一种现象,那么哪些生肖,男,更容易在恋爱时摆一摆摔。 结婚后,调三件,四呢? 一,生肖骨,疏虎的男人骨子中就很霸道,但是他们情伤很高。 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,在恋爱的时候,生肖骨是个比较浪漫的男人,总会制造一些小惊喜,对女友也是百依百摔,尽可能的满足女孩子,跟这样的人谈恋爱无疑是幸福的。 但是,在结婚之后,生肖骨就会露出本来面目,他们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情,却总爱直直点点,说,你做的哪里不好? 并且是个大男子主义,无论大小事物都要跟他们商量才能下决定,不则就会大发雷霆,简直跟坤田判如两人。 二,生肖猪,属猪的男人身上带着一种魔力,总会让异性想要亲近。 他们在外面的时候总是一胸襟宽广世人,对待女友更是百依百摔,很会讨人欢心,和生肖猪男在一起。 你会觉得顺心,随心所欲,但是,嫁给生肖猪男后,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当时昏了头。 生肖猪在家什么心都不操,还很懒惰,关键是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,下个竟然还会对妻子挑三解四。 嫌这里做的不好,哪里做的不对? 真是让人忍不住,想要对生肖猪男发脾气。 三,生肖猴,属猴的男人很滑头,他们喜欢玩乐,在恋爱的时候会制造浪漫和惊喜。 女朋友说什么就是什么,只要开心就好,甚至不吝啬放低姿态讨好对方,简直百依百摔。 可是,结婚之后总想要完美的生肖猴男,就开始挑剔起来,觉得妻子没有恋爱的时候迷人,或是一些生活习惯,让他觉得无法接受。 总之各种挑三解四,其实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,只是心境发生了变化,拥有了就不知道珍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